首先我们要来看的是欧洲越来越严重的疫情 英国进入秋冬之后果然单日新增人数暴高 一天就破5000人 而且是天天这么严峻 因此英国首相强森马上宣布 英国要全面收紧防疫的封锁 限军令6人以下 餐饮店吧台不准坐10点请回家 在所有的公众运输系统里面不戴口罩 开的罚款高达新台币7000元以上 全面的禁令维持半年 包括耶旦假期这些团聚应该都会泡汤了 在欧洲的疫情严重的部分 法国跟西班牙情况也是越来越多新增 法国每天新增人数破万人 而法国旅客入境 意大利在机场就要筛减 西班牙法国这些地方 很多大城的情况都不妙 像马德里部分封城 医院跟家户病房眼看着要全面埋载 不堪负荷 经济恢复速度追不上病毒扩散速度 英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人数 一周以来天天超过5000人 首相强僧宣布再次开始防疫限制 除了学校召开 其他工作餐饮聚会都有限制 英国宣告再启动防疫封锁 为期半年 一旦假期还怎么全家团聚呢 英国新限聚令 私人聚会限制6人以下 婚礼上限15人 葬礼30人 餐厅酒吧再度回到不准坐吧台 晚上10点关门赶人的防疫封锁情况 大众交通工具与公众场合强制戴口罩 为者个人罚200英镑 约7500元新台币 真的很爱晚上喝一杯的英国人 再受打击 报纸头版一片骂声 英国首相强僧在国会被质询 很顺地甩锅给民众 Does he think that the reason Germany and Italy have far lower Covid rates than us with life continuing more or less normally might be because they have locally and publicly run test and trace services that actually work? No Mr. Speaker I don't And actually there is an important difference between our country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And that is our country is a freedom loving country And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ask the British population uniformly to obey to obey guidelines in the way that it is necessary 但现实是英国到8月初 还有330万英亿失去收入的劳工 至今没复工 英国政府耗资470亿美元的政府补贴纾困计划 才刚宣布要在10月喊停 现在又再度半封城 可能让失业率再升 逼近10% 总想独立的苏格兰地区 祭出比英国更严厉的防疫新限制 不止英国 整个欧洲才刚入秋 疫情就往上飙 预期中的冬季疫情提早到 刚恢复的欧洲旅游小泡泡又破了 9月22日起 从西班牙 希腊 克罗埃西亚 以及法国巴黎 普罗旺斯 科西加岛 和其他疫情上升地区来的旅客 入境意大利时 都必须在机场筛检 上周末法国疫情飙高 单日新增13000多人染疫 马赛 里昂 宇波尔多等大城 一周内冒出600多名 严重到得住院的染疫病患 医院加护病房快满载 但学校已经开学 亡羊补牢之既是加强消毒 法国大城马赛动员当地海军消防队 一天出勤约18次 来回奔波在公立学校间 只要教职员生传出疫情 政府派员消毒后 消防队立刻赶来复解 西班牙疫情也不妙 首都马德里现在有全国三分之一的感染者 单日新增4600多人 密度之高已让马德里部分地区封城 突然冒出3000多名需要住院的病患 马德里部分医院已经开始取消 原先排好的手术 北美洲疫情不妙的除了美国还有加拿大 加拿大这位团体摄影师的生意差点被疫情打挂 靠着零星的个人摄影与开设线上摄影课程加减转 由于加拿大新病例中 40岁以下喜欢热闹聚会的青年占了三分之二 加拿大各大城也开始实施县剧令 室内私人聚会上线只有6到10人 战时忍耐抱持希望 人们都在期待战胜病毒好在欢聚 TVBS新闻综合报导